马哈迪表示 全世界都在嘲笑我国犯人出席国会下议院会议 为政府的政策提出看法 并呼吁停止再对犯下重罪的处犯 给予特殊待遇 林观音表示 教育部对尔玛国小教师莫哈莫法里的三项指控 全部不成立 是因为即将举行的大选 以及有关老师获得了民众压倒性的支持 阿莫扎西指出 巫统拒绝与土团党合作是以免导致巨大的危害 因为土团党是个旨在终结巫统和国阵的政党 针对医师麦莎比里表示 自己理应开除12名赤函与国家元首反对解散国会的部长 阿都拉迪夫回向 现在开除他们也为时不晚 各位观众朋友 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10月19日的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慧如 前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罪犯得以出席国会下议院会议 为政府出谋划策 所以国内才会一片混乱 他说若前首相当司理慕尤丁被撤回支持而下台 进而由看守首相拿都司理伊斯麦莎比里取代其相位 那为何伊斯麦莎比里失去支持时却无需辞职 而巫统只需再提名其他首相人选 那就不需要解散国会 他喊话停止在对犯下重罪的囚犯给予特殊待遇 但却对偷走10令吉的犯人立刻戴上手铐和送入监狱 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表示 教育部对尔玛国小教师莫哈莫法里的三项指控全部不成立 显然是因为即将举行的大选以及有关老师获得民众压倒性的支持 迫使看守首相拿都司理伊斯麦莎比里不得不表达关切 他说莫哈莫法里批评国内教育体系和数学课程大官有问题 遭到教育部心虚问罪 所幸教育部最后宣布有关老师没有做出任何不当的行为 国人新见这样的结果 林冠英在文告中指出 莫哈莫法里老师暗示他是因为大选而得救的 要不是他呼吁所有政党在大选宣言中纳入对教育体系的失败 和教育部管理的破碎系统表达关切 他可能早就受到了对付 巫统主席拿都司理阿莫扎西指出 巫统拒绝与土著团结党合作是以免导致巨大危害 因为土团党是个旨在终结巫统和国阵的政党 他在面子书撰文表示 巫统拒绝与土团党合作是被视为分裂穆斯林社群 但他认为这一指控并不正确 这些决定并非个人所做出的 而是由党的领导层和基层共同决议 在深入研究民族分裂的细节时 基于真实案例及历史显示皆是因为政党的存在 而这些政党就是炼权贪污危机的一部分 针对看守首相拿都司理伊斯迈·莎比利表示 自己理应开除12名自函与国家元首反对解散国会的部长 但却因为自己人好而没这样做 对此看守首相署特别事务部长拿都阿都拉底夫回呛称 看守首相现在开除他们意为是不晚 伊斯迈·莎比利今日被巡集此事时表称 当时这番话只是在开玩笑 沙比利也是巫统副主席 他在霹雳巴掩拿都的国政大会上发表政策演说时表示 他曾两次告知内阁要解散国会的计划 然而阿都拉底夫表示 伊斯迈·莎比利从未要求内阁授权解散国会的日期 他表示伊斯迈·莎比利没有直接回应于本月7日召开的高级部长会议 关于解散国会日期的提问 而国会最终在本月10日再获得国家元首的预准之下解散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您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时事 我们再见